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说 冬吃萝卜 夏吃姜 你没听说过吗 听说过呀 但是这跟冰淇淋有何关系 您要真不吃 那我可吃啦 我问你 为什么冬天那么冷 却要吃寒性的萝卜 夏天这么热 却要吃热性的姜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是因为冬季寒冷 人的气血会向内收敛 气血聚于脏腑内 脾胃其实不怕寒 而炎炎夏日 人的气血纷纷向外扩散 脏腑气血就虚了 反而比较弱 啊 还有这么一说啊 是啊 夏季外面一热 人体体表的血管就会扩张 体表分配的血液多了 脏腑的能量就少了嘛 所以要吃姜散寒 对 因为夏季脾胃虚弱 人们又谈凉 所以脾胃很容易受寒 因此吃姜来散寒 冬季脾胃充实 人们又热衷进补大鱼大肉 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堆积在胃里 一升火 就用萝卜冲冲气 原来如此 那皇帝内经说 春夏养阳 秋都养阴 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不错 不错啊 都会饮用皇帝内经了 春夏养阳 正好用偏温的食物 顾护住阳气 秋冬阳阴 资阴的食物往往是偏凉 偏腻的 但是 秋冬肠胃功能强 能消化吸收 消化吸收了的才是真营养 嗯 这么说来 夏天狂吃冰激凌 是给肠胃雪上加霜 不只是冰激凌 你看 到了夏天 人人都喝绿茶 到了餐厅 每人一杯冰水 那都是错的 嗯 不和绿茶上火怎么办 中焦寒凉了 火才会往上冒 回家摸摸自己的小肚子 凡是脸上痘痘密布 小肚子却冰冰凉的人 越喝凉茶 哼 痘越多 完了 凉的 你看 那夏日结暑的冥方 霍香正气水 霍香 酥叶 半夏 厚蒲 陈皮 全是一派温热的药 转至这种外瘦鼠鞋 体内一片正须寒凉的整个 霍香正气水 结束套管用 这下你明白原因了吧 黄师傅 那您夏天喝什么呀 喝热水呀 有时候再来点红茶 喝完了 出一层毛毛汗 热量都随之散掉了 那才真舒服的 嗯 我明白了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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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我这肚子突然疼起来了 嗯 我去找生姜了 冰激凌 再见 嗯 夏季 外部气温升高 人体体表的血管就会扩张 气血处于向外扩散的状态 因此人的脏腑相对气血虚弱 此时人的肠胃功能 是一年中最弱的时候 不宜大量进食寒凉食物 及冷饮 现在我们下飞 Killer 实 sociale 让优优人選 第一次 向连 等